這個蔣清國我們前總統講過 這個時代考驗青年 青年創造時代 真的 看到這些 然後耐靜德說要把 我們的台灣的未來要交給這些年輕人 不要交棒 所以姚老師 看到這群年輕人的衝出來各方面 這次真的包括這次選舉 年輕人真的改變台灣社會 他們的力量之大很超出你想像範圍 我就拿這一次的 所謂的移植器官說我舉一個小故事 你就知道有多厲害 媒體我們一天一天晚上聽到說 第二天會有媒體報道 柯P有一個外國人出一本書叫Gartman 出了一本書叫做這個移植器官 他關心大陸活摘器官的問題 裡面有訪問柯P 然後就台灣就有教授了有學者 他在那裡說柯P也參與活摘器官的這個過程 好我們知道這些事情要回應了吧 有新聞出來 第二天早上出來 我是八點多九點鐘 我們在開會討論這件事情 怎麼回應柯P怎麼面對記者 然後我就看到網路上開始討論 年輕人開始互相交換意見 然後大家再表達意見 隔一天的早上九點 全本的英文書翻譯完成 這麼快啊 中文 哎呦 哇 24小時不到啊 22個小時 那本書很厚耶 對啊 全部翻譯成中文 我不曉得他們怎麼作業的啊 他們怎麼串聯 怎麼分工啊 你知道他對我們幫助有多大 從此以後任何媒體上發言 他們立刻拿其中一段原文 用中文 要用中文嗎 告訴你 不會誤解 哇 這個問題一個禮拜就過去了 厲害 誰啊 我就 我用一個小故事 我還可以講好幾個故事 比如說伊波拉 嗯 那個外國有伊波拉的事件出現了 我們找了過去的衛生署長 來給我們一大早 上了一點課 知道這個怎麼回事以後 我們就準備搞一個小組 我們就準備說萬一台灣有 像SARS一樣有伊波拉 任何可能性 或者在大陸有 我們就要反映吧 說未來台北市長 應該怎麼做 做一個政策政見 上了一個早上課等等等等 我們對外準備要發表 大家還在整理 早上開會的內容 到了傍晚 美國伊波拉小組的防治手冊 翻譯出來了 那就是SOP程序 全部完成了 SOP程序就翻譯好了 所以我還可以講更多 我告訴你這次選舉 所以年輕了 你看不起他 你說他草莓 而且他 對 你不要說他草莓 當然他們是長輩很照顧 不像我們小時候有窮過了 或者他們照顧得很好的 可是他們的能力之強 分工之細專業 募款之快 而且人數多少 數百萬人之重 我跟你講你不要以為看到一個東西 你以為這台北市的反映 後來一反映 搞了半天他現在人在法國巴黎 搞了半天他任職於紐約市政府 這個你不要 你真的不要以為現在網路是什麼東西 從20年前開始 這股力量慢慢慢慢醞釀成 這次的選舉 國民黨到現在還不知道這群人在哪裡 不曉得他的票在哪裡 被誰打了一群都還不知道 他都被誰打了一群 他就文宣好了 我相信李青很清楚 他們出一個文宣我們還沒來幾搏 那個排山到海的 就壓過去了 我們根本還沒辯論來 所以我就告訴各位 剛才賴清德講的 他體會是我台北市更清楚了嗎 我自己組了一個三千多人的青年部隊 叫監票部隊 因為有監票的作用 可是他們透過網路 跟私下做的組織跟文宣工作 跟那個反饋回饋的那個創意 這你不能想像他們加成的效果 這不是三千人的意思 你要把三千人想成一個立體的 敢敢效應 你要想成這樣 所以我現在完全回應 就是說那你自己想想看 再過十年是不是又多 一年兩百二十萬人 又多兩百萬人在這個社會 成為中介人 現在二十歲已經沒有四十歲 你想想看這十年 國民黨如果跟不上 如果跟不上 國民黨這塊是不是就變成別人的了 這個我呼應他 在選前我想可能裡面也知道 其實我們在包括友台 我們都有談 我也有談過 我已經在內部提出一個警訊了 我說我們現在已經不知道 我們到底我們的對手是誰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分析說奇怪 各個這個政論節目 就是聯營就包括立民 聯營 柯營自己第一線的變手 怎麼搞了 逐漸隱退 第二個提綱的設定看起來 慢慢不是中央政府的問題 大概就連了一些問題 然後柯也隱形 那時候我就提醒了 所以他現在這一講到處更提醒我 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一線的變手 已經覺得是跟那個空氣在那邊對戰 這是第一個 那時候我提出來警訊 今天如果再一提 讓我更領會的 尤其現在一個禮拜的陳全 人家那個時候 他剛剛講法 我可以還呼應他了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他們所有的人退出20天 20天 結果 所以現在我要回應的就是 不只是那樣了 那個時候我觀察是有形的 他們這些 第一線的變手退 往後退 對 這是有形的 可是我是說了 我覺得已經是 感覺對手已經變得無形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國民黨有沒有看到這一股勢力 有沒有要跟這一些結合 看樣子還沒有 還不夠 看樣子還沒有 我回答你們 有 有 我可以確定講 有 但是這一群人被冷落了 我很負責任的講 你知道這一次的廉政營裡面 有當初幫蘇貞昌的人 對 那可是他們沒有 他們就被冷落 他們一群人 那個人就是我的助理 對 我剛剛一群人很歐 他說 他說姚老師講的那些東西 我們也會做 我們也會做 沒有人重視我們 那為什麼不重視 國民黨用那種最老的戰法 我明明要已經上太空了 你還叫我用射箭的方式在打仗 你射箭一射 射到人家的太空 所以你當然就死掉 我再接一下 我們的結論是 我們始終還在用二機對付四機 是啊 他剛剛提到的 其實其中有個負責人 是我前的助理 我自己就曾經為了這個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國民黨 怎麼死的都不清楚了